今早的AT个股推计 建议大家留意汇控 选选原因是 汇控第二季列涨基准税前利润88亿美元 按年增长87% 期内收入167亿美元 升37% 两个数据都比市场预期 量点之一是受惠欧美加息 汇丰的息差是扩阔 期内净利息收益率是1.72% 按年增长37基点 量点之二是管理层职后 上调有形股本回报率和正利息收入指引 全年正利息收入指引 上调到350亿美元以上 第一季指引是最少340亿美元 目标今明两年实现大约15% 的有形股本回报率 第一季指引是2023年最少达到12% 汇丰启动年内第二轮的回购 未来三个月会完成最多20亿美元回购 与第一季的回购力度一致 管理层指引乐观 加上回购计划令人鼓舞 汇丰启动日创超过五年的新高 高位见过66.7% 收报66.3% 升了1.7% 今年以来情反复向上的形态 业绩公布后 劝商给予汇丰最新的目标价 由72元至93元 平均价大约80元 可以作为参考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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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